這個媒介的 環境就是會不會臭、衛生環境等等 病原體就是講病毒的種類 譬如債卡這種病毒就是病原體 當然重要是我們看看香港醫療產業 它的系統是怎樣的呢 科技是否可以的呢 很多事情都關閉事 譬如醫院的數目 人手夠不夠 多不多床位 另外醫療科技方面 我們有很多道德的爭議 譬如代務問題 機影檢測那些 後話稍後才有機會再講 比較重要是去到下面 去到下面我們看看體育的衛生 主要是兩大範疇 我覺得考得最多就是這兩大範疇 包括是傳染病 傳染病這一堆就是例子 MERS、SARS、薩薩卡、伊波拉、HQ、NQ等 一定是來不開這四樣東西 我們知道如果有傳染病 一定是來不開這四樣東西 包括宿主、病原體、病媒、環境 以及國家或政府 宿主通常為什麼會出事呢 你自己不預防 你有病不求診 你自以為免疫力大 很多時候有些亞健康問題就是這樣 所謂亞健康就是 你的心目習慣不好 搞得你好像病與未病之間 很威虧 至於關於病原體的事 就是病原體有時會超級病毒變腫 我們沒有藥 沒有疫苗就糟糕了 或者可能病原體本身是傳染性很強 吃掉它 所謂傳染性很強 可能是說它本身傳染的途徑很廣 口水鼻涕甚麼都可以傳染得到 或者可能是說它潛伏期很長 潛伏得很久 沒有人察覺 大家都覺得沒事 但原來已經爆發了 或者可能是說病徵不明顯 諸如此類 現在到環境了 環境很簡單 衛生情況不好 就容易滋生細菌 到下面 到政府 政府會分開國際發展中和發展國家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教育水平 經濟發展 經濟有好壞 科技自然也有好壞 系統也有好壞 政府也有好壞 而國家也有不同的社會風氣和文化 例如中華人喜歡吃野味 你也知道 其實沙式都是因為中華人吃野味 由動物傳到人類的體內 那就是講果子 於是乎有這麼多問題之下 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給予建議 我們的理解就是這個流程 先找到因素之下 不同因素之下 究竟如何去解決 應對措施是甚麼 針對每個因素去做 看看吧 這是甚麼應對的建議 常常都說 Topic sentence 一定寫 教育宣傳 資助 或者一些宣傳教育等等 最重要是甚麼呢 教育宣傳可不可以提高衛生意識 等下說是甚麼是衛生意識 資助是甚麼呢 允許允許疫苗注射給他 但有時人們會有個小博論 不夠錢 那怎麼辦呢 先搞定一些高危人士 小孩老人這些 有阿周在講研發疫苗和藥物 跨境研究行不行 不跟醫生一起研究行不行 不一定是自己國家研究 交流一下資訊 既然衛生環境那麼差 做一些恒常的清潔運動 或者清潔活動 叫卓生署 或者你自己本身的家具精潔 政府管治後 政府管治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不通報這些事 就很糟糕了 所以資訊要透明公開 又或者系統上你要協助人手 譬如傳染病的治療中心 你安排人手 留感高峰期的時候過去幫忙 用好些公共治療服務 或者你怎樣隔絕病媒和宿主 不要過來了 其他國家有事 不要搞到自己的地方 做好跨境通報機制 了解哪些國家是真的有問題的 掌握他們的疫情 然後那些國家來的時候 就探清楚一點 看清楚有沒有發燒 如果有的話就遣返他們 或者真的隔離逗留 看看有沒有事 針對性檢疫 看看那個潛伏期底下會不會爆 隔離多幾天都沒有問題 好 到下面 有病媒當然是簽滅病媒 有蚊滅蚊 搞定債卡和登革熱 又或者查一些旅遊警示 哪個地方有問題就有旅遊警示 阻礙市民不會到處去 你看到全球化第一次 科技提升了 人們真的到處走 所以很多時候通報機制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看看下面 我們看到其實什麼叫衛生意識 我們經常都說宿主要有衛生意識 其實意識的Logic Flow是怎樣呢 我們看到其實如果你有意識的話 有幾個Logic要看一看 第一就是你本身理不理解那個病 包括幾件事 你知道途徑是什麼 潛伏期多久 有什麼病徵 你不知道是很嚴重的 你以為普通事件 原來可能是債卡 沙催死眼 於是你們解過之後 麻煩給你一些意識就是你要怎樣 預防一下 預防行為 譬如你懂得勤洗手 戴口罩也差很遠 有債卡的時候 你就打蚊怕水 有些防衛的意識 到你真的病了 麻煩你立刻求診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打定疫苗 或者可能隔離自己 為了防止有病 有病當然要看醫生 第四個就是公私營醫療服務的使用 有些人是不是都去急症室 但其實你要留意 急症室是應該真的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真是普通科 你去一些私家診所搞定 所以為何衛生意識是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要應付DSE都是一樣 麻煩你養好自己的身體 除了傳染病之外 你本身不健康 你很容易拿東西抵抗你藥之外 慢性病也要小心 慢性病我們看到也有不同的 我會不會再說